Hello大家好,我是Zory,欢迎大家再次回来 我们今天的话继续DK系列的一个分享 带着大家看到的是第28小节的内容 关于the things I have 那就是关于我所拥有的这个物品 我们所说当我们去谈及到拥有的这个所有物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一种句式去进行表达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一小节所主要所谈的一个点 其实来讲的话就涉及到一个new language 关于如何去使用have 好了,我们首先的话先来听一下28.1部分的音频 I have a garage She has a yard 好,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例子叫做I have a garage 对吧,我有一个车库 所以这里边的话,or就是我 garage就是物品,车库 那中间如果用you的话呢,那you怎么去表达 就是这个词叫做have 好了,那么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第二个 she has a yard,它有一个院子 对吧,那这里边来讲的话,院子叫做a yard 主语叫做she 那么中间的一个关系叫做有 去进行she和yard的一个连接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的什么,用的是has 那为什么不用have了呢 那是由于取决于它subject的主语的不同 那我们就看到如果主语是are,ye,way 或者是一个在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用have 那如果主语是第三人证的话 我们所使用到的has it 那用的是一个has 所以紧接着的话我们就来练习 来看一下28.3 然后将正确的一个形式填入到接下来的五个题目内 那第一个叫做I have a house 对吧,我有一个大房子 那主语是are,也是第一人证 所以很明显明显用的是一个have 而第二个z那是一个复数 所以很明显叫做have a call 然后第二个you,第二人证也应该是什么have 然后第三个hey,包括第五个我们所看到的什么 就是三单,对吧,所以叫做have 然后第四个也是way 然后我们也是复数 所以应该用的也是一个have 这个就比较简单 然后紧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28.4 那就是让我们根据录音去勾出这些物品的所有人 那么在做这个听音练习之前 我们首先要对于这个图上图不下的物品 这个怎么样去用英文表述 那得先认识它,对吧 大家的话可以先花十来秒钟的时间 先省一下这一幅图 然后紧接着的话我来给大家播放一下音频 我们首先的话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Hi, I'm Maya I live in an apartment The bedroom is upstairs The living room is downstairs It has a couch and a dining table The kitchen doesn't have a stove But it has a microwave and a toaster The bathroom has a toilet and a shower Hello, I'm Ben I live at number 36 Park Street I live in a house with my brother and sister I work at home So I have a desk in my bedroom The bathroom has a bathtub But there's no shower In the living room we have a big TV We all watch TV together Every evening 好,我们音频到这就结束了 然后首先来讲的话 我们是先听见了这个女生叫Maya 对吧 然后男生叫做Ben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是后面听到的男生 他说他有一个什么Boss tub 所以来讲的话 这个是一个浴缸 浴缸 我们之前说过这两个词的一个区别 一个叫做Boss 一个叫做沙文 然后我们有没有听见男生说 他说No shower 对吧 他们说他们是没有这个领域的 而Boss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是泡澡 一个是领域 一个是泡澡 而泡澡的这个盆 这个是叫浴缸 不叫盆 叫做Boss tub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就应该选的是什么 应该选的是T-U-B 男生是有 然后他们说他还有一个什么 Big television 就是说电视 然后在他们的房间 所以Ben是有电视机 然后跟这个Boss tub 浴缸 然后女生是有什么 这个叫做toster 就是烤面包机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living room 对吧 我们听到的是Maya 所以还有up stairs 包括down 有这个up stairs 包括down stairs 所以很明显的话 第三个应该选的是一个Maya 然后的话 如果是没有听明白的同学 可以课后的话 再重复去听一遍 如果有些内容是阻碍了你去进行选择的话 可以看一下 整个书后面的一个transcript 文本的一个内容 然后去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简介上我们来看一下 28.5 关于阅读一则广告 然后回答问题 然后这个广告是关于什么的 commodation 就是关于住宿 我们看到大标题叫做properties to rent 什么叫做to rent 什么叫to rent呢 这里边就是代租的properties 它是一个财产 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房屋的一个场景下面 比如说这个 就是卖房买房的一个场景下面 它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房子 所以整个标题的内容叫做带租的房子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有三个房子可以去进行出租 第一个叫做riverside apartment 然后第二个叫做likeville 然后第三个叫做stone hill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一到六题所对应的这个题杆表述的一个信息 根据这则广告的内容是true还是false是对还是错 所以这种题目来讲的话 做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说过什么叫做 有目的的去进行一个阅读和浏览 就是我们只要去查找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来讲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那叫做riverside apartment 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一个事 我所要定位到的其实就是什么 第一幅图的一个内容 那现在要判断的一个点就是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bathroom 对吧 只有一个洗手间 这就是我们应该快速的来浏览数字 所要表述的一个内容 结果的话看到的是什么 three 但是three代表是一个badge rooms and two bathrooms 所以很明显应该是false 对吧 然后第二个是关于likeville 那有没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 有没有这个yard 这个院子呢 所以我们到第二幅图里面快速去 而不是把所有的内容从头到尾的话 再去读一遍 所以的话没有出现这个yard呢 我们会发现 it also has a beautiful yard 那是有的 对吧 所以很显示一个字 然后有没有garage呢 有没有这个停车场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停车场的字样出现在右 就是在最后 但是又有出现一个否定表述叫做no 所以很明显应该判断的是一个false 那这次我们叫做stonehill 有五个房间 所以的话我们要快速的到最后一幅图里边 去进行信心的浏览 去找它到底是不是有五个房间呢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badge rooms 这就是呈现了 但是前面的一个限定叫做false 所以很明显那应该是博士for even 它说对应的是一个false 那有没有一个shower就是领域呢 我们来快速的定位 结果叫做什么 叫做has full bedrooms and air bathroom with a bus turn at the shower 所以有没有的是有的 那stonehill有没有一个厨房呢 我们来看一下 it also has a big kitchen 对吧 所以很明显应该是choo 好那么紧接的话我们就来到28.6 看到了另外的 我们这一小节的主要原点 就是关于have的一个否定形式 negatives OK那么我们看到的是 虽然have是不规则动词 但是它的否定形式 跟其他动词的否定形式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这个否定形式 也可以像其他动词一样去进行一个缩略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大家还记得我们说这个 带有必动词的否定的时候是非常简单 那就是在必动词之后加上note 对吧 但是如果是非必动词的一个否定呢 我们要在前面加上一个do 或者是一个does 那到底是一个donote还是一个doesnote呢 那完全是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主语 对吧 好那么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说 我有一个浴缸 I have a boss turn 那如果说我没有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在have的前面 加上一个donote 但这个时候跟其他动词一样 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缩略 可以变成一个note的一个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叫做Jim has a boss turn 说的是Jim有一个浴缸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想把 它变成一个相对应的一个negative 否定的一个形式的话 那要怎么去变呢 那明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Jim 它应该是一个第三人称的一个形式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的是一个doesnote 跟其他非必的动词是一样的 同时的话doesnote也可以缩略 变成一个doesnt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进行一个练习 来看一下是8.7 用另一种形式改写下流的句 实际上来讲的话 来看一下例子叫做 I do not have a car 然后其实也就是把它变成缩略 叫做I don't 第二个的话叫做doesn't have a dog 那可以变成什么 非缩略就是does not 对吧 就很简单 这大家自己去完成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8.8 那其实也就是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例子 来归纳出来 带有什么have的这个形式的肯定句 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变成一个否定表述的一个形式 那我就先来给大家播放一下录音 大家可以根据音频的内容一起来读一下 那首先的话先提示一下 这里边我们说我们有什么 它有什么或者是具体的人名表述有什么 我们可以用的是一个代词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人名 对吧 然后有那选用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have一个是has 但是到底用哪个呢 而取决于前面主语的一个内容 到底是第几人称 是单数还是负数 对吧 是这么去考虑 然后的话根据主语去选择have还是has 那如果是否定的形式呢 就是doesn't have 或者是什么 don't have 然后再加上你所拥有的物品 或者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体 它看着了 它看着很费 它就有独天 它在买 border 它在那种地秤 就是 doctrine 绿色 Shrimp 我现在还能做 它在买 border 好了那么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28.9 我们除了可以用I have这种形式去表达我有什么 还可以用什么其他的形式去表示我所拥有的一个物品 那么我们会看到方框里的内容 叫做我们有一只狗 We have a dog 或者是什么呢 红色高亮这个内容 叫做We have got a dog 大家注意到两种形式都是表示我拥有什么什么 但是的话下面的这个We have got 它更偏向于是一种英式的表达方法 但是不管是We have还是We have got 在表述的一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都是一致的 都叫做我有什么 那如何去构成这个have got呢 那一个肯定的形式就是I have got a dog 对吧 那我们同样可以把I跟have之间去进行一个缩略 叫做I have 或者是We跟have之间进行缩略叫做with 所以来讲的话就可以叫做I have got a dog 或者是I have got a dog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我要是想把它变成一个 我一个习惯的表达方式是英式的表达方式 加是那我习惯于说I have got 但是如果我是想现在表达的是我没有 那我们如何在I have got的一个基础上 把它去变成一个否定的形式呢 比如我们在这个句子里面看到的是 它没有一只狗 对吧 如果我们说它有一只狗叫做 he has got a dog 那如果没有呢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has跟go之间加上一个not 而我们注意到在口语里面怎么样去进行缩略呢 那也就是将has跟not去进行一个缩略 变成一个hasn't he hasn't got a dog 好了 那么紧接着的话 我们就在不同形式之间来进行一个变化训练 来看一下28.11 这样我们前面给的一个例句 用其他两种形式去进行一个改线 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首先第一个 它有一个电脑 she has a computer 那如果用相对于片英式的说法叫做 she has got a computer 那如果变成一个缩略呢 在谁之间进行一个缩略 那就是什么 she跟has 对吧 那个she has got a computer 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下面六个题目 就教育大家来进行一个训练 那大家在完成这个部分之后 可以翻到书后的178页 来去进行一个检查 好了 那么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在28小节所讲的一个内容 就是如何去表述我拥有 那包括张诸语不同的时候 在have跟has之间是怎么样去进行选择 包括以上两种表达的 这个否定的形式 以及缩略的形式 是如何去进行变换的 希望大家在整节课后的话 我们对于本小节的内容去做一个回顾 好了 那么我们下节课见 对吧 那么我们下节课就会进行变换的 我们下节课就会进行变换的 那么我们下节课就会进行变换的